好了,發燒玩家又回來了 剛剛這首歌播完就是Keep Don't Go 我覺得這首歌很多行家做Show都播出的 有一次機會聽到一套很貴的系統 非常難聽,好像很機械式的 我們在麥克風大陸說不關器材的事 是他怎麼教的,怎麼看法 我經常說,器材是死物來的,是工具來的 人才可以怎樣用的工具 你懂得用的工具就自然漂亮 你不懂得用的工具,當然不漂亮 你駕駛水皮,你駕駛法拉,你經常死火 不知死火就做 死人,不是死火 Fairmaster這個品牌很久,有歷史 也可以生存得到,這是商業社會 他不行就倒閉,怎麼還可以生存呢 不關器材的事,是人的問題 你有沒有真的見過有些真的不行的器材 但仍然在這裏 器材只有是overpriced 一個願打,一個願挨打就沒有問題 只要不佔的器材 都不是那麼多 不佔的人就太多了 哈哈哈哈 現在在這麽窄的市場裏面 如果你的器材太差的話 是沒有生存空間的 所以現在賣得器材一定有一定的表現 但是你說賣得的器材現在都已經五花八末了 但是有網上很多人在這裏講 你就算聽人家講,你都知道 起碼screen了一些酒 然後再用耳朵去選 因為現在那些器材,貴的器材 基本上好像藝術品那樣 一個廠做一個器材出來買到 沒有天理那麼貴的價錢 你有了二十個代理和他拿 他已經掛了蝕本之門 怕什麼做?怕什麼的價錢高一點? 他都對他沒有蝕底 你的代理一定要跟他入貨 他都夠了 嘩,大俠好像代理那樣 真是很了解很多東西 我想做代理,幸好沒有做 他買得多 那就自然知道人家賣出來的心態是怎樣 現在是真的有少許 那些器材的價錢 沒有天理那麼貴 例如我年輕的年紀 要入門買一套機 那預算應該是怎樣分佈 或者應該放多少錢 才可以入門玩Hifi呢? 我覺得你主力是先放在喇叭上 出聲的 跟著Sauce CD機或者唱盤 前後級我覺得沒有什麼大進步 不用買到這麼貴 我的車路用了二十年 到現在一定不會輸給 現在百多萬的器材 我覺得一點都不會輸 因為很多時候有些代理拿東西上來 跟我比試的 希望我可以換機 但是比來比 我覺得有贏有輸 但要多給幾倍的價錢 值不值呢? 到你玩得那麼多 阿神的定力會好很多 你不會被人 這個發洩人上來 又踩你 你又想換 那個發洩人又說 你不行又想換 你沒有定力 你掌握不到標準 ABCDE上來 有ABCDE的標準 你跟誰 你自己有一個標準 你就不會被人 這麼容易動搖 除了定力之外 其實是不是都關乎 你很清楚 已經很清楚 自己要些什麼 不是 你掌握到標準 你掌握到標準 你就不會這麼容易 嘩 拿的是不同的聲音 你就說漂亮的聲音 你不要那麼容易動搖 其實你任何東西 換上去都改變了你的平衡度 你已經調好 但最近好像都有成功的例子 令你換了一對喇叭 換個喇叭呢 老實實 因為我那隻叫MAX3 我知道消息 就是廠會出一隻MAX5 那麼呢 暫時的價錢OK 我就先賣掉它 等著MAX5來 我就再進去 但沒東西聽不可以的 進去低一級的 為什麼這個低一級 這隻簡直都算是挺驚喜 聲音是很漂亮 跟我的MAX3比 高中更漂亮 我的MAX3 價錢在欠兩萬元美金 便宜了兩萬元美金 所以便宜好過漂亮的 在我的房間來說 更加適合 Syvon 你那句是什麼 我哪句呢 你的金句 你經常說那句 我說 貴的不一定好 但好的多數貴 大吉 你不同意的說法 我很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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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也不便宜的 MAX3 都不是便宜的 MAX3 那是六萬八 六萬八美金 一對 不過我聽完你剛才的分析 我想起一件事 就是現在很多科技上 真的不信 很多新的科技 或者新的物料 用到這些器材上 其實提升是大了 而且價錢未必一定是提高的 對 你已經相信新的科技 這個地球不是停了 不動的 為什麼人們喜歡舊的東西 因為舊的東西容易玩 高低又去得不盡 又不會驚訝到房間 因為它只有一個中頻 很容易玩 小喇叭又是一樣的 越是貴的東西就越難玩 即是你開一輛漂亮的車 你開一輛快 你是難駕駛過Honda 是吧 越貴就越難玩 舊的東西 沒有那麼高水上的東西 因為它不會激勵你的房間 對 不會驚訝到房間 貴的器材保養 是不是更加難 那當然了 吃得鹹魚底都喝 是不是 零件都沒有了 反正它塞幾件 都不清不妨 零件讓你開到聲音 它說漂亮了 所以一定是自己有判斷能力 什麼叫漂亮什麼叫不漂亮 你要知道 不是真的被人碰到頭都暈了 到這個時候 大家聽完這首歌 《Otelyps》 字幕志祥忠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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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